今天我們要來慶祝律師說真話的Youtube頻道 終於突破一千人訂閱啦 Yeah 好,真的很開心很開心 因為我記得我當初要辦這個頻道的時候 說老實話蠻多人在唱隨我的 那過程中當然也是經歷過很多挫折啊 很灰心的時候啊 可是我都停過來了 所以呢 雖然我看很多Youtuber他們拍這種慶祝的影片 都是比如說慶祝十萬訂閱啊百萬訂閱 那我只有一千個訂閱感覺好像有點... 有點落差這樣 不過呢我想說的是呢 因為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那我也知道法律議題呢 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讓人家親近 所以呢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可以趕快邁向 五千訂閱啦 三萬訂閱啊 或者是一千個...一千個訂閱 也就是百萬訂閱這樣 那希望可以趕快到那個時候 再來跟大家慶祝 那到時候要怎麼慶祝呢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的話也可以跟我說 然後呢 這個呢應該要比照那個金馬獎的規模 我也要來列下我的感謝名單 謝謝你兄弟 因為一路上真的是還得到蠻多親朋好友的支持 那很謝謝就是有很多很熱心的朋友呢 都會幫我轉發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那也有一些我的同事呢 都會提供一些很好的點子給我 也很謝謝你們 然後還有一路上呢很支持我的家人 那也是要非常的感謝 還有呢我最得力的小助手 曾慧編 哈哈 可是他今天不想入鏡 好啦 反正大家在其他影片都可以看得到他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啦 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會繼續努力的 掰掰 掰掰